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新剧江拍,与杨洋强强联手,更有琉璃主演强势加盟 杨子自出道以来,一直秉承低调、敬业、专注的精神 将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有血有肉 他的演技足以称得上惊艳 回首过往,他从那个一夜爆红的国民闺女成长 两位如今炙手可热的收视女王,这其中有赞美也有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子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来的 从《欢乐送中》的邱莹莹,到《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紧密 再到《亲爱的、热爱的中》的童年 他的演技一次比一次精湛,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当然,杨子的成功除了个人因素外,也离不开每部作品搭档的功劳 比如李易峰、邓伦、任嘉伦、李献等等 如今,杨子又有新剧将拍,而且他的搭档还是杨杨 两人抢抢联手,肯定会互相成就对方 杨子新剧将拍,与杨杨抢抢联手,就连琉璃中的他也来了 杨子将要进组拍摄的新剧是《苍穹之北》 该剧是一部航天题材的现代剧 《苍穹之北》主要讲述的是航天工程师安福成 《梧桐》以及《天才程序员》夏飞雪这三人在参与北斗工程中突破一个个难关 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 从剧情来看《苍穹之北》会着重展现航天人对于航天梦的执着追求 肯定会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 对于该剧的演员阵容,网传女主已定杨子,男主暂定杨杨 对于杨子的演技,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次《苍穹之北》由杨子担任女主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肯定都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杨杨的演技也很出色 杨杨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的演技却很自然 杨杨在微微一笑很清诚,舞动乾坤全职高手 《你是我的荣耀》等作品都有出色的表现 再加上杨杨的颜值又很出众 他一穿上航天工作服,肯定会带给很多观众愉悦的视觉享受 这次,杨杨和杨子强强联手,肯定会碰撞出与众不同的火花 《苍穹之北》除了杨子、杨杨这两位实力派演员外 该剧男二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网传《苍穹之北》的男二,将由刘学义饰演 刘学义自出道以来就出引了青云至琉璃千古绝尘 夜色暗永时等诸多热门剧集 此次,该剧由刘学义担任男二,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苍穹之北》将于一月底开机,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2杨杨再次上黑热搜,被嘲讽是哈韩一族 这将为是要背锅了 2022年1月15日,杨杨把后裔摄日说成太阳的后裔上热搜了 很多营销号都在嘲讽杨杨是哈韩一族,看了太多韩剧,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都忘记了 但其实,杨杨在节目中说的是太阳后裔,不是太阳的后裔 太阳后裔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口误,而一旦变成太阳的后裔,那性质就严重了 这不是杨杨第一次因为青春有你三上黑热搜了,前两次杨杨也被网友骂惨了 第一次,杨杨说拍戏的周期很长,一年之够拍一部戏,结果杨杨一年之拍一部戏上热搜了 这两句话是不同的意思,前者是被动的时间不够了只能拍一部戏,后者是主动的一年之拍一部戏 但杨杨以前有过一年拍多部戏的时候,所有有网友嘲笑杨杨吹牛 第二次,杨杨说的是如果我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结果杨杨说如果能早点参加综艺就好了上热搜了 这两句话也是不同的意思,前者只是杨杨对青春环游记三这个节目的感谢 对贾玲、杨迪、范诚诚、汪苏龙、宋小宝的感谢,后者在感谢浙江卫视的同时,却得罪了湖南卫视 因为杨杨之前参加过湖南卫视的《花与少年2》元气满满的哥哥,难道这两个节目都白参加了吗? 湖南卫视捧红了杨杨,杨杨却无视湖南卫视 所以杨杨又被骂了 第三次就是今天了,杨杨把后裔设计说成太阳的后裔上热搜 杨杨的粉丝认为应该有两方要负责任 第一是营销号,很多营销号都说杨杨说的是太阳的后裔,误导了网友 第二是浙江卫视青春环游记3,杨杨粉丝怀疑是节目组花钱买的热搜,就是为了蹭杨杨的热度 青春环游记3的制片人李佳林空降杨杨粉丝群,把锅甩给了营销号,认为是营销号恶意炒作,节目组会给他们发律师函 杨杨粉丝说,发了律师函,节目再上一次热搜,赚取流量博眼球,反正挨骂的是杨杨,李大杰肯定不心疼 也有杨杨的粉丝说,李佳林就是贼喊捉贼,本来就是节目组买的热搜 青春环游记3的导演吴童,暂时还没有发声 吴童和别的导演不一样,他平时也在节目中亮相的,和明星聊得很欢 但杨杨遇到困难了,吴童却沉默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